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乌克兰战场最新情况 咱们先来看一下俄罗斯方面公布的最新乌克兰参与莫斯科恐怖袭击的证据 这是俄罗斯第一频道今天播放的这个审讯视频 所有四名的这个恐怖分子嫌疑人呢 他们实际上承认啊 他们在进行恐怖袭击之前都与同一人进行了联系 这个人呢协调了这次恐怖袭击 并向武装分子发布进一步指示 恐怖分子呢承认啊 他们最后呢将前往基辅 他也提到了一些细节啊 四个人口供一致 他们前往基辅呢 每个人将获得一百万卢布费用 那乌克兰方面呢参与这次袭击的直接证据呢 是乌克兰在边境地区 俄罗斯和乌克兰边境地区 在他们抵达前啊 数小时进行了排雷工作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第一频道播放 排雷工作 就是给他们提供过境位置 通过边境地区的这个雷区 俄军是过不来的 但是通过乌克兰的排雷行动 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窗口 可以迅速通过边境 然后进入乌克兰 逃跑路线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进入乌克兰的啊 这两条路 乌克兰方面呢 进行排雷 所以俄罗斯方面呢 下一步可能会对乌克兰进一步报复啊 俄罗斯方面是一定要报复乌克兰的啊 所以乌克兰现在参与这次袭击 证据越来越清晰 另外今天的国际原能机构也确认啊 乌克兰呢 对扎布洛核电站进行了空袭 那么扎布洛核电站呢 这一次空袭的情况呢 是无人机啊 击中了扎布洛核电站的这个墙体 大家可以看一下 国际原能机构呢 认为不构成核安全风险啊 但是呢 该机构认为呢 无人机袭击是鲁瓦行为 呼吁停止 大国民的袭击可能会对核电站产生 实行危险 那俄罗斯方面呢 今天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的空袭 乌军呢 今天呢 也对俄罗斯在比尔德地区目标也进行了打击 比尔德地区呢 首次发现乌军的UG-25喷气式的无人机 袭击比尔德地区 这个喷气式的UG-25之前介绍过啊 它飞行距离非常远 而且它是可以啊 在整个的 欧边境地区 它是可以进行这种 机动啊 而且是 快速的这种突袭的啊 特别是可以 躲避俄罗斯的这个雷达啊 还有俄罗斯的这个 防空系统 因为它喷气式嘛 它飞行速度非常快啊 而且还可以超低控飞行 那么它实际上呢 可以非常隐秘的接近俄军目标啊 然后摧毁俄罗斯方面 高价值目标 所以这个UG-25啊 也说明北约现在向乌克兰提供的这个无人机能力是越来越强大 所以俄罗斯现在也加大了对哈尔格夫地区的空袭啊 目标也是要摧毁哈尔格夫地区 乌军的这些无人机的这个部署啊 部署地还有无人机的一些场所 今天俄罗斯方面大规模空袭行动呢 在哈尔格夫地区摧毁了哈尔格夫的当地的空军学院 空军学院 这个大楼被摧毁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哈尔格夫发生了爆炸 哈尔格夫呢 现在是有五次大空爆炸 那以证实的打击的是哈尔格夫的空军学院啊 另外还有工业区的几个目标 这个空军大空军学院的这个大楼啊 可能有高价值目标啊 包括这个人员培训中心啊 包括这个军事人员的这个聚集地啊 也可能是宿舍 也可能是这个指挥中心啊 空军指挥学院这个大楼 另外呢 其他建筑物呢 就包括工业区啊 工业区 可能催回了哈尔格夫地区一些无人机的仓库 那这次打击哈尔格夫呢 可能俄罗斯方面呢 现在使用的是朝鲜的啊 K23导弹 美国方面呢 现在也担心啊 俄罗斯方面大规模的使用朝鲜的导弹 查尔斯福林他强调朝鲜能够首次在实战中测试朝鲜的导弹 他说我不记得朝鲜军队在产场拥有啊 俄罗斯允许自己在乌克兰拥有那种实验室 那朝鲜有机会获得技术啊 程序和导弹本身宝贵信息 也就是说朝鲜呢 他提供的俄罗斯这种导弹可以在俄战场 对乌克兰目标进行打击 并不断的升级测试自己的导弹 所以这次对哈尔格夫 还有对乌克兰南部地区大公共空袭 很有可能就是使用的是朝鲜的导弹 俄罗斯正在大公共的对朝鲜导弹进行测试 朝鲜利用这个机会可以使自己的导弹 拥有实战经验 那除了在哈尔格方向以外呢 俄军呢 今天还袭击了乌克兰南部地区 包括克里沃罗格 还有哈尔格夫 奥德萨 奥德萨先给大家播放一下 奥德萨的情况 奥德萨昨天空袭的情况 你可以看奥德萨的防空导弹 非常密集 还有克里沃罗格 克里沃罗格方向也发生了大公共爆炸 这几次袭击呢 实际上呢 也是俄罗斯方面呢 对乌军的后心 包括北约援助乌克那些基地 进行打击 那北约呢 今天呢 是斯洛瓦克啊 大选结束 斯洛瓦克的 总统啊 总统 叫佩莱格里尼 他呢 以53.12%的得票率赢得大选 斯洛瓦克前外交部长伊万克尔科克 获得46.87%的投票 那现在呢 西方媒体呢 有一种说法 说斯洛瓦克可能会终止和乌克兰之间的军事合作 俄罗斯方面现在判断的这个亲 亲俄罗斯 打引号亲俄罗斯 也就是斯洛瓦克方面啊 现在 这个总统 他实际上来就说要终止战争 但是俄罗斯现在判断 他并不是亲俄的啊 他实际上呢 是 更多的是希望 通过这个 自己的表态 能让斯洛瓦克获得北约更多的援助 所以他所谓的这个 亲俄的一些言论 实际上呢 都是一些 和北约讨价还价的一些筹码 俄斯现在情报判断呢 斯洛瓦克仍然会允许 北约的武器通过斯洛瓦克边境进入乌克兰 不会有任何的阻碍 而且佩莱格里尼和飞科两位都是保守派 仍然依赖欧盟领导人 以及欧盟的领导 保证斯洛瓦克的安全 所以他和欧盟未来的协调关系 不会有任何变化 所以斯洛瓦克现在这个总统大选 不会导致乌克兰失去 斯洛瓦克这个边境口岸 也就是失去从斯洛瓦克大公的 援助北约这个武器的能力 俄罗斯方面现在认为 斯洛瓦克大选不会对俄乌 整个战争产生太大实际影响 欧洲很多领导人 实际上都是要利用俄乌战争 包括这个薛利也是 利用俄乌战争 让自己获得更多的筹码 所以实际上并不会 真的是要阻止北约 还有欧盟的一些武器人员通过边境 支援乌克兰 俄罗斯方面现在看的也非常清楚 另外今天北约呢 在乌克兰西部地区 靠近乌克兰西部 最近只有390公里 进行的这个战略巡航 大家可以看一下 俄空军出动4架B-1B 占领轰炸机 在西班牙的莫隆空基地 也执行了近两周的飞行任务 期间进行了三次飞行 三次飞行全部是靠近俄罗斯方向 第一个是从俄罗斯北部地区 抵达英国后 两架B-1B掉头 几天以后呢 两架又在捷克布尔金斯基训练场 飞越北约上空 进行了导弹发射训练 C-2号呢 B-1B飞往保加利亚 埃琳纳基训练场 那北约的飞机呢 轮流护航啊 其中包括希腊出动的F-16 那这个训练呢 最近距离俄罗斯只有370公里啊 因为瑞典加入北约以后呢 B-1B呢 实际上也部署到了瑞典 最近部署的地点呢 是距离俄罗斯边境口岸 不到400公里的这个瑞典的卡拉克斯 俄罗斯方面也发现了 有B-1B部署 那么今天的俄战场的情况呢 在 顿尼斯克南部乌格达尔方向呢 俄罗斯方面也取得了突破 沃达尔方向西米海洛卡 俄罗斯武装部队呢 已经进入到西米海洛卡的 北部啊 已经突破 大家可以看一下 所以西米海洛卡方向呢 实际上已经被俄军啊 完全了包围 俄军呢 现在沿列宁大街啊 索伯纳亚大街前进 乌军出动无人机啊 对俄军的进行阻击 并布雷 突击部队呢 成功占领了郊区 俄武装部队的乘胜 追击向北部 市中心推进 在西米海洛卡的南部啊 俄军成功的占领乌军的 一个大的据点 并击退了乌军数次反攻 乌军呢 现在正在撤离 西米海洛卡南部的郊区 俄罗斯现在占领乌军的 这个大的据点呢 实际上呢 正在积极利用航空兵 打击乌军的后方 特别补给线路 乌军现在 在整个战场呢 现在首先啊 乌军是要建立自己的防线 所以工兵 大量的进行工程作业 包括布置地雷 在西米海洛卡方向作战呢 是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啊 太平洋舰队那个海军陆战队啊 所以整个的战斗是非常惨烈的啊 西米海洛卡方向现在来看呢 很快也会被格军啊 完全控制 这是今天呢 俄罗斯大规模空袭 哈尔科夫奥德萨 以及扎布尔核电站啊 发生袭击的情况 那整体上看呢 俄罗斯现在呢 在整个的俄乌战场 特别是在南部 实际上俄罗斯方面 已经瘫痪了乌军的这个 后勤能力 现在乌克兰的后勤补给能力呢 已经非常弱化了 因为它没有电能啊 能源技术设施被摧毁 另外呢 援助乌克兰的一些弹药啊 装备仓库也全被俄军摧毁 所以乌克兰现在能使用的武器 越来越少 很多北约啊 几十亿几百亿援助乌克兰的武器 还没有打包 是吧 还没有拆封 那很多就已经被俄军摧毁了 刚进入乌克兰就被摧毁了 所以这样的话 实际上乌军战力是大大的削弱 俄罗斯现在就使用这种远程导弹 特别朝鲜这种导弹 也在大规模的空袭乌克兰 所以俄罗斯下一步 可能在哈尔科夫方向啊 会有更大的行动 特别是普京一定要报复莫斯科空袭 我觉得俄罗斯方面 启动哈尔科夫战役 是早晚的问题 俄罗斯方面一定要在边境地区建立缓程区的 我未来也会持续关注哈尔科夫情况 后续有更多消息 我会第一次应答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